一般来说 齿轮的齿体应有较高的抗折断能力 齿面应有较强的抗点时抗磨损和较高的抗焦合能力 即齿面硬 心不忍 因此 针对不同工矿的齿轮会进行不同的热处理 常见的齿轮热处理有六种 分别是整体脆火 表面脆火 正火和调制 渗碳脆火 碳氮共渗 渗氮 但一般来说 如3C锂电自动化设备 由于负载较小 常采用S45C或ICUX304直接加工后 进行表面处理即可 不需要进行多余的热处理 但附在较大的飞镖设备的设计 需要用到齿轮传动时 则常采用以上的热处理工艺 对齿轮进行处理